老旧大楼的瓷砖掉落意外频传 去年11月到今年的3月底 台北市民众检举有87件 目前列管查报的件数已经超过了上千件 那么台湾因为气温变化多端 旧大楼的瓷砖受到热胀冷缩的严重挤压之下 容易会造成瓷砖剥落的现象 又以春夏秋冬交替的时候最常见 尽管除此强调 瓷砖剥落即便没有砸伤人 列管一个月之内如果没改善的话 都将会开罚6万到30万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